各位,圣经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要悔改,并且要真正的悔改。 但是,怎样才是真悔改呢? 首先,我们要知道什么才不是真正悔改。 其实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感受来断定是不是真正的悔改。 因为圣经在耶利米书17章9节说, 我们的心是极其诡杂。 有时候我们的心会欺骗我们,告诉我们说, 我们是很诚恳了,我们是很懊悔了。 单单用这个感受来认为自己悔改并不完全正确。 那为什么不能用感受呢? 因为我们还活在最深的时候, 我们的意念所产生出来的疑惑是无数的。 我们有时候悔改,然后过了不久,下面又软弱了。 这自然就会有些意念告诉我们说, 你刚才是不是真的悔改呢? 你有没有对神很真实啊? 就比如说,我们知道不应该贪心, 应该满足与主给我们的, 然后心里真实的这样做了。 但是,人是会软弱的,过后有一些贪心, 不满足的举动出现时, 我们里面的意念就会有控告的声音出来说, 你是不是真的悔改啊? 所以各位,久而久之, 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解决的时候, 我们的心就会麻木起来了。 因此,在认罪悔改, 并不是你感到沮丧,没用, 内疚,或者对不起人。 圣经里面我们看犹大, 他是何等的内疚, 他害了耶稣之后, 内疚到自杀了。 但其实,他并没有真的悔改。 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很清楚地说, 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,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, 以致得救。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。 所以各位,犹大当时的悔改是世俗的。 那另外一个圣经的例子就是法老, 在《出埃及记》九章二十七节说, 法老打发人召摩西、亚伦来, 对他们说, 这一次我犯了罪了, 耶和华是公义的, 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 各位,这里看起来法老好像真的悔改了, 但是之后法老又改变。 我们再看他怎么改变呢? 在《出埃及记》三十三章三十四节就说, 摩西离了法老出城, 向耶和华举手祷告, 雷和宝就止住, 雨也不再交在地上了。 法老见雨和宝与雷止住, 就越发犯罪, 他和他的臣谱都赢着心。 各位,这里我们看到法老, 他并不是真的悔改过。 尽管法老说他犯了罪, 而神是公义的, 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的正确理由, 不是为了得到神的灵命, 而是为了如何解决瘟疫所带来的问题了。 所以,一个人没有真的悔改是一种藐视神的恩赐了。 就如罗马书二章四节说,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, 宽容忍耐, 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? 各位, 法老的心刚硬其实是他藐视神的慈爱, 宽容和忍耐了。 这可以使他人越来越对福音刚硬起来, 也可以使人越来越软弱了。 那么现在, 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呢? 第一, 就是你的心意要转向主耶稣。 心意要转向的是耶稣的慈爱和怜悯, 而不是转向道德, 不是转向你对不起人, 也不是单单转向做错的那件事情。 很多人没有搞清楚, 他们的转向只有因为内疚, 因着道德, 我应该要好好地做人, 要有道德等。 其实, 这并不是向宗教的悔改, 那是转向耶稣了, 因为主耶稣才是唯一的赦罪者。 祂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, 一切的过犯, 单单我们的一切就是主耶稣了。 那第二, 怎么真正悔改, 就是你心里的转向祂之后呢? 你的心境对这位主有一颗永远愿意的心。 虽然我们知道可能等一下就会软弱了, 但是我们的心意永远是, 主啊, 我愿意, 我愿意让主改变, 让主掌权。 然后第三, 当你对主耶稣是愿意的话, 现在有一些实际方面要顺服的。 我们不只是心灵转向神, 实际那不对的事也要转离, 像是你的生活有些地方需要调整的做出来。 圣经告诉我们, 信心是一定有行为的, 而悔改是一种信心的表现, 转向主的表现了。 那个转向是一定有一些实际的举动。 那很多人开始会认为, 认罪悔改的时候是一直关注自己有没有悔改, 但悔改, 但是悔改了之后却没有确据, 感觉上有, 感觉上有好像没有。 所以我们要问, 那实际的举动在哪里呢? 这是我们要向主坦然而求主帮助了。 所以各位, 从这三个方面, 若我们这样做当中, 虽然有时候又会被过犯所剩, 我们的良心也再一次又受谴责的时候, 但是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, 有正直的灵, 清洁的心, 再次面对它时, 主是悦纳我们这样的心灵的。 因为神说, 忧伤痛悔的灵, 主必不轻看。 所以弟兄姐妹, 但愿我们时常被提醒自己是多么需要主的慈爱与怜悯, 而不掉入世俗的悔改, 乃是一个依着神的心意的悔改, 这使我们因主的爱与怜悯得到满足, 更亲近主, 更喜爱教会, 也更喜爱祷告了。 然后必定叫我们的心怀意念, 受圣灵的保守, 能逃避一切的私欲, 最后必带来一声传福音而活的观景。 这就是真悔改所带来的能力和果子了。